东北季风来西北台湾阴雨绵绵 接下来还有气象处20日上午发布 热带低气压生成讯息 最快21日下半天就会生成台风谈美 今天早上的位置 比较偏向刚刚所提到的 是旅宋岛的比较偏东方外海这个区块 慢慢的以比较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 准台风谈美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一带向西移动 不过目前各国预估两个路径 恐怕都会对台湾有影响 如果在旅宋岛附近北转 会从台湾东部海面通过 而是否北转的关键时间点就在23日 接着24 25两天观察转折靠近的程度 25 26两天则是风雨最大的时段 另一种可能 应该是在24号到25号就看速度快慢 应该有机会登陆在菲律宾旅宋岛的北部 那登陆之后的变化 目前看起来是相对是比较大一点 目前AI最新预测则显示准台风谈美 预计会穿越菲律宾到达南海几率最高 如果停留在台湾南边 则对东部地区影响大 外围环流的渔系相对稍微宽一点 25 26 27应该是受到它台风外围偏东风的影响 所以花莲台东跟屏东这边 它的降雨其实是比较明显 事实上同名的台风谈美也在2001年曾经吸台 虽然是史上暴风圈最少的台风之一 全量沉寂1977年台风塞洛马之后 高雄最残重的一次水灾 气象粉专也警告 这回基北 以华东 恒春等 影封面降雨躲不掉 也可能引起东北季风共犯效应 不可惊呼 教育宣询玩一听 天北报道